好沒錯除了響風就知道這個跨年快要來了 那距年今年的跨年已經剩下不到兩個月時間 北中南跨年場搶人站也開跑了 今年還是有大咖留在台灣陪粉絲跨年 那像是天后蔡依林外傳主辦單位 一場就以八百萬的價格把九嶺留在南部來開唱 另外像是金曲雙王 像是勞蕭蕭敬騰還有JJ林俊傑 則是留在台北廠唱壓軸 立平跨年一歌的寶座 那大咖的歌手分散了北中南 就是要陪伴台灣粉絲一同跨年 招牌標高音總人的演唱會上經驗全場的蕭敬騰 今年跨年留在台北唱壓軸 和同盟歌王林俊傑立平一歌 過了太久沒人記得 當初那些溫柔 我跟一首接受 說要一起走到最後 金曲雙王把唯一場留在台北陪粉絲 跨年外傳師兄弟倆 酬勞都是三百五十萬元 繳住一歌較勁意味濃厚 過跨年大咖平常撈筋的還有他 什麼都喜歡 什麼都會 什麼都喜歡 什麼都會 什麼都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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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兵造型噱頭十足 蔡林今年留台跨年 主辦單位砸重金千萬規格 以一場八百萬元 讓天后留在南部唱壓軸 放下一人雙眼下馬新高 騎得騎 欸 喔 欸 喔 我給我的腳 想一問天 玩錯一口酸 跨年感場王莫屬舞王羅志祥 預計跨年當天連桿三場 撈進一千五百萬 而今年SHG姐妹淘三人粉頭吸睛 TV則單飛留在高雄開唱 天王天后 北中南各自塔位 表演內容成賣點 吸睛功力更成為話題 記得台北綜合報導